第一時間 官時事 解局勢 大家好 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話題是關於上海疫情的新聞 眾所周知 上海自3月28日實施訓區鳳鴻之後 變相進入鳳城狀態 對外交通幾乎全面停止 市內居民亦被鳳鴻在家 不准出外上班、上學或救密 但隨著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 敏冤四起 上海市於5月30日宣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決定自6月1日起 全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上海官員更強調 除了中高風險地區、給管控區外 各區居委會不得以任何理由省制居民出入 全市地面公共交通運輸工具、軌道交通、網絡預約、 出租汽車等到將恢復正常運作 這意味低風險地區約2,250萬居民可望恢復出行自由 但外界留意到 在官方新聞發布會及上海官方通報文件上 上海政府並未提及解封意志 同時 中國網絡都流出一份據稱來自上海當局的指引 要求媒體注意把握好後徑 在報導時不得使用解封、全面開放等說法 因上海和武漢情況不同 從未宣布過封城 因此不存在解封 上海全域政態管理只按下暫停建 但其間城市核心功能始終保持運行 該通知還強調報導中 不要宣染全面開放、全面正常 至於部分大白及居委會強硬地將居民封禁於家中 弄至在性軟道、純屬自把自衛、政府蓋不負責 都有網友爆料 上海市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 居委會是城鎮居民自治組織 居委會的行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結果 不是政府指令 正式的規則和條令以市委、市政府發佈的為準 居委會發佈的信息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區自己的行動共識 政府不對其合法性負責 未來居委會再提出上級有關部門要求 除了有正式蓋賬文件 政府不承認 都有網友轉發消息稱 上海居民5月29日晚在小區內散步 突兼小區許多居民外出 當問大看守大門的大白是否已解封 大白回應 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們從來沒說過小區是封閉的 要說封閉 這是你們居民自願封閉 所以不需要通知你們 對此網友不禁直呼 高呀實在是高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上海封城期間主要的執行力量就是居委會 肖區物業 折騰了三個月 官方竟然不承認是政府行為 脫窩給老百姓 這是人說的話嗎? 將上海人當傻瓜? 據中央社3號報道 很多上海人和記者都異口同聲地說 沒想過上海都會封城 有位上海人向記者形容過去兩個月封城 對於上海造成的影響 就是我們都不將過正常日子當成正常 好 大家看看從一開始的新聞 就可以看出中共官方玩文字遊戲 死鴨子嘴硬已經是家常變化 以下我針對這則新聞分析兩點 第一 中共假話連篇 中共最認識的就是假大空 典型例子就好像很多人說 春晚是假大空 無聊且無質量 全球都知道上海是在搞封城 就中共官方自棄棄人 這不是掩耳盜鈴嗎? 中共還有什麼假話例子? 我在這邊講日些 比如說不搞清霸 南海不軍事化 新疆無種族滅絕 香港可以五十年不變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它講不出 這樣這個假還可以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例如近日 美國德州一家醫療公司 Anyplace MD正在起訴 中國安徽深南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因為前者向後者購買了 10萬個有問題的新冠檢測盒 損失巨大 另外來自中國的缺陷醫療用品 例如口罩和檢測試劑盒 已經引起芬蘭、英國和愛爾蘭等國的強烈反對 導致數百萬件商品被召匯 第二點 中共赤裸裸地卸磨殺路 如今封城時期的防疫白衛兵 就和當年文革時期的學生紅衛兵一樣 都好像是被中共雍元就丟的面世餐具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歷史總是在此重複 所以中國人民真的要看仔細了 不要跟隨中共起舞 否則哪天輪到自己被過河拆橋的時候 這個就後悔莫及了 在上海封城期間 當地人民應該會發現民主、自由雖然不可以當飯吃 但沒有民主、自由可能連飯都沒得吃 這些普世價值才是財富沒辦法買到 同時人民都應該重新去思考和認識所謂的中國夢 中國政府的政治壓迫讓一些人正考慮用腳投票 另一些人則是想用最後一代 也就是不生小孩當作抗議 我想一個國家可以搞成這樣 果真如中國人民所說 厲害了我的國 好,剛剛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關於中共戰狼外交的新聞 中央社3日引述多家紐西蘭、澳洲媒體報導 5月31日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白宮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紐澳輿論關注的是中共在兩人會面後隨即表示反彈 並在相關報導中表示中共威脅紐西蘭可能實施貿易制裁 中共不滿的焦點主要針對阿爾登和拜登會面後發表的聯合聲明 當中提到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以及就新疆人權、南海問題、香港自治受到侵蝕 以及中共和索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等議題表達關切 中共駐紐西蘭大使王小龍5月31日在一場演講上表示 紐西蘭在中國的綠色、清潔、開放、友好的國家品牌 並不是理所當然 而是藉由中、紐雙方多年來的薪勤付出慢慢建立起來 對此王小龍說不應該任之扶助動留 這意味著中共威脅要讓紐西蘭陪澳洲一起被放入蘭董貴 王小龍發言同2020年4月時任中共駐澳洲大使 成經葉向澳洲發表的警告類似 就在成經葉提出警告後 中共陸續針對澳洲多項產品實施貿易制裁 針對中共外交官員威脅劉西蘭的言論 澳洲外交部長王英賢則強調 多年以來 印太地區各國按照可預測的規則和規範 為基礎的自由開放貿易治理原則行事 他還說中共針對澳洲的貿易制裁措施已經損害有關原則 好,我認為中共又在搞戰狼外交 但為何最近的結果總是戰狼不著洩把帽 因為全球局勢變了,他卻視而不見 就好像最近王毅訪問太平洋賭國要協商安全協議 結果被打臉 因為這些賭國利慢著對中共的反感與不信任的情緒 針對紐西蘭的事情 我在5月18日節目上就已經判斷紐西蘭可能會走上澳洲的路路 果不其然發生了 當時紐西蘭因為中共與索羅門群島的協議 所以對中共的態度趨越強硬 雖然紐西蘭愛好和平 但我想強調和平絕對不是耐藥求來的 就好像台海和平,要靠台灣充實防衛力量 而且紐西蘭也不要擔心,蔡翁失馬,燃自肺腹 因為澳洲以前與中共貿易甚密 但後來與中共的關係鬧回 甚至2021年與美國、英國造成聯盟 當然澳洲都被中共制裁 現在礦產與能源出口貿易卻毫強勁 可謂因和得福 我做的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上海官方否認封城 並脫窩被居委會的消息 我藉此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中共的假話 也不要讓中共有機會捨磨殺路 另外,我還引述中共威脅紐西蘭的消息 我認為紐西蘭要停住壓力才能成長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懇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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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